那廣告時間 我問世昌他結婚了 對 現在台北沒房子 租房子嗎 基本上有房子啦 但是是比較早 早些年買的 算是買在相對的低點 不過我們現在住的地方 是跟別人租的 所以你會買房子住人 對 賺房子的那樣 沒有啦 因為原本要搬過去住 但是因為學區 小孩子學區的問題 所以還是留在原本的地方 那所以你為什麼覺得房價會跌 跌多少 其實過去史上最嚴格 我覺得最重的那一拳叫做奢侈稅 當年馬英九為了選總統 來個奢侈稅之後 全死 而且那時候隔天 就這樣價 好 我們這個什麼 什麼 又來個現代令 然後拖著 然後還在漲價 還在作假合約 然後A B 房價往上拉 然後現在只是一個寬限期 沒有就該成這樣 有沒有 現在又沒有 不是 又不是不讓你帶 現在還是可以讓你帶八成 所以說當初在奢侈稅的時候 後來那個死了兩年之後 新復發 喪失建商 他就打七五折 出清他的房子 說我們這房子賣不掉 七五折賣一賣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別的建商 還說你學校的 怎麼可能七五折 差點什麼吞子彈什麼的 沒有 他就真的七五折 然後就後來房市就被他拉起來 只要有降價 然後就開始漲起來 七五折銀 還有賺錢嗎 當然賺了 賺個兵器好嗎 這樣喔 現在現商就是賺幾倍的問題 也不是賺幾倍 幾倍的問題 你知道嗎 新竹啊 我跟你講 我就要點名新竹 你面子跟你笑 你知道嗎 好一笑 因為他自己心裡知道 新竹一年漲三層 那個土地都買好的 然後這樣只要放個三年 就漲一倍了 你說有沒有漲倍 隨便都漲一倍 比如說新竹有個地方叫縣山特區 大概在三五年前 一坪十幾萬 現在六十幾萬 你說漲幾倍 對不對 所以賺到翻掉有沒有 當然翻掉啊 那個土地就買好的 你說什麼原物要漲 好小 漲三層而已 可是就是你直接漲幾倍的東西 所以你說建商 那個這一次 我們期待說能夠來打個七五折 可是有沒有可能 除非說今天血流成河 因為這一波受傷的投資客 很多都是那種菜籃組投資客 或是說那種一個月 只有三萬塊的投資客 很荒謬 然後甚至就是那種 他把自己的老房子 借錢借出來 去買房子投資的那種投資客 其實這些投資客 有點笨笨傻傻呆呆 但是是建商最喜歡 從去年開始 大家就覺得我今天買 明天就可以賺到一成 兩成三成這樣的賺法 所以很多人就去買房子 來投資很多菜籃組 吃個早餐 到時候你買幾間房子 那種的東西 可是很多都是用利息 買房子 買一間房子 自備款十八萬 就可以買到一間預售部 你要不要買 很多人就這樣子買了 然後或是說你繳個利息 真的是只要一個月 一萬多塊就可以買 所以有很多那種 一個月三萬塊 真的他不繳租金 他直接去買房 用寬限期買房就好 這一波的人 其實他們會叫 房價會跌多少 我覺得一成跑不掉 基本 因為現在有案子 有些建案 我昨天查了一個案子 滿扯的 中和 我們講一般的房子 原本是一千多萬的 一千八的行情 他給人家開兩千八 兩千八賣不掉 然後他馬上就縮回來 他縮到 直接縮了一千 一千八回來 出了一個這個是央行打房 本來訂兩千八 兩千八 現在掉到一千八 一千八 那直接砍了一千萬 然後你說 我現在的建案 不真的 這是中古屋 中古屋 投資客的房子 然後可是行情多少 行情就是只有一千八左右 所以他是怎麼看 就看到兩千八 然後照過去 如果今天央行不打房 兩千八成交個兩千五百萬 房價又上去一番了 中和好多中和 中有戶境的參考價 對 可是中和 你賣兩千五賣得掉 真的很多人是這樣子 拉上去 全部都這樣子拉 然後拉高之後 就想說反正賣到 他就賺到 像我朋友 最近剛搬家 為什麼搬家 因為他原本租房子 租得好好的 他的房東說 不好意思 我要賣房子 為什麼賣房子 因為我兒子想要買新房子 我兒子想買三千萬的房子 所以你這個房子 我可能要把它賣掉 當然是租客跟房東買最划算 對不對 那租那麼久 然後我就說 那你開多少 行情我給他開一千兩百萬 跟房東談一千兩百 房東說 不行 我兒子要兩千萬 這樣我才能賣得到新房子 插嘴 他就說那你要買的話 我房子就賣你一千六百萬 不然我沒辦法 兒子要買新房子 所以我的老房子要賺很多 買不成只好搬家 所以前一波 真的很多這種奇怪的 正常的人就變得很貪心 想去賺這個錢 因為我兒子想買更貴的房子 所以我去吸別人兒子的血 是啊 你一定要出更高的錢 我才能夠賺到錢 我們這邊才會買新房子 那不就是淵淵相報 所以我打方 打得好 為什麼不打 可是說早一點打折 打一點降價會比較 因為現在第二個禮拜 開價現在降回來了 可是成交沒有降 因為大家還在看說 官網 到底立法委員 到底執政黨或是在野黨 有沒有機會跟政府喬一喬 說全部都例外 之前簽約都不算 都可以拿到快線起降 現在大家還在做政治的努力 好 那這個這一次的這個現代令 也可能會波及一些無辜的人 立方會不會 會啊 因為像我跟事實上一樣 我們都南部人 的確就是像我們的年級 的確真的有時候長輩過世 會真的繼承到房子 那我的同學是這樣子 他是繼承在家裡 也是因為就是只有兩個人 所以他繼承到一半 房子的一半 那隨便的透天都是蓋兩樓半 所以隨便的這個持費 一定是超過四十平方公尺 一定是超過八坪 好 那這下來了 就是說那他已經是 要去看這個房子 他陸續都有在看 想說蠻遠一點 差不多他的預算 差不多是一千六百萬 到一千八百萬這樣子 這下打來了 他變成本來他可以 就是說帶到七成五八成 因為有時候偏遠一點 location沒那麼好 沒辦法說帶到八成 房子也沒那麼好 七成五預估是這樣子 所以他自己準備了 差不多是三百多萬 四百多萬的這個 相不安的頭期款嘛 現在打過來 他因為繼承名下有這個房子 那他也沒有辦法是 讓他的先生去買 他就是自己要買的話 他變成他還要再去總級 因為他現在只能帶到五成 如果真的要買 只能帶到五成 換句話說 從七成五到降到五成 他要多去總兩成五的錢 出了八萬 對大概三百多萬 所以他本來已經很努力存了一個四百萬 差不多四百萬的頭期款 請問他要一下之間如何再去 因為真的打到的 有錢人真的沒差 他用現金買房用什麼的 你說幾千萬 他也是這樣買下去 沒有差 就好像你買得起香奈兒包的人 他不會覺得LV是貴的吧 所以類似的概念 可是真的打到就是已經嫌 這個LV是蠻貴的 這種一般的人 所以現在我覺得打到 我身邊的朋友是有受到影響 真的大概一千多萬的房子 兩千萬的房子 那市昌你那邊有人 這個也無辜重擔的嗎 是 因為最近真的接到 很多網友的求救訊息 問我們說要怎麼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套 那有一個住在新北市的一個 爸爸 他的情況有點特殊 他們家大概情況是 他跟他老婆 還有兩個小孩子 他原本他的這個房子 是爸爸媽媽的給儲 留給他的 那這一間房子 銀貸還沒有還完 銀貸沒有還完 又有徵貸 因為當初爸爸媽媽在分錢的時候 他又徵貸了一些出來 補給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他因為這個房子 是在公寓的四樓 他們夫妻爬樓梯 覺得太辛苦 後來去附近買了一間預售屋 不過買的不大 他們也不是那種真正的換屋主 他們是買兩房 大概兩千萬 他就是把原本的房子 要留給小孩子住 公寓嘛 年輕人怕公寓比較沒關係 他們就要搬去新的大樓住 可是現在遇到的情況就是說兩千萬 他們原本已經準備好六百五十萬左右 當頭期款 他們那時候覺得夠了 因為是三四年前買 大概明年要交 明年中要交屋 現在就只能變成現代五成 現代五成 他就要籌出大概四百萬的頭期款 差四百萬 因為如果百萬是新出的頭期款 五十萬是避震歸費 還有搬新家的一些家具 置辦費用 所以他就問我說 差了四百萬怎麼辦 我們就提供他幾個解法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原本的老公寓那一間 可以提早清廠 你提早清廠之後 你第二間去帶就算首購 可是他說沒辦法 因為他的 他已經擠不出那麼多錢 所以這個情況 他就不能做 那第二個情況是說 把房子贈予給老婆 可是他說 因為這是他怕他的兄弟姐妹 有意見 也不能做 然後第三個我們建議說 不然贈予給子女 就像蘇律師講的 他說他不要贈予給子女 他也有一些後面的考量 另外就是你可以簽切結書 竟然叫媳婦提供 有錢的煩惱 真的是有錢的好煩惱 真的很多人會這樣想 另外一種方式是 你可以簽切結書 因為央行跟我們說 你第二戶簽切結書 第一那個貸款就沒有問題 可是不是這樣 實務上簽了切結書 銀行不一定會接 他已經問過了兩三家銀行 銀行說不知道 因為明年的狀況 他們都不清楚 也不敢跟你保證說 一定帶得到 還有最後一個方式 就是你可以換約 換約就是二等親之內 你可以把預售屋換給老婆 可是又給老婆就對了 對 又不要給老婆了 他的情況 他不要 又不給老婆 不是說他不給老婆 因為他老婆有信用瑕疵 收入不穩定 他不是正常的收心接觸 所以給他老婆 貸款貸不下 所以他的問題就很麻煩 像這種情況 他就被卡住 好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